你又挨又丑 一直没火 你没实力 你穷了 你接不到戏 你只能卖茶叶蛋 真的就某人也是这么骂人呢 就真的挺幼稚的 然后呢 也有好多正常人嘛 觉得说不容易啊 耍礼我 支持 所以就说网络这喷子真是他妈哪都有啊 不贵 两块钱一个 但是有一点好 他挺聪明 他卖这茶叶蛋吧 通过某音 全是粉丝来买 我估计也是 好多都是斗鱼过去的 我怀疑 有的因为他某音他还能发语音呢 他不光打字骂你 这帮孙子还发语音 在直播间发语音 不有那语音条 语音条骂你 就跟那微信上了 真的这帮逼真手太没底线了 卧槽 挺聪明 一天能卖个一百多个 一百六七十个拆的 两块钱一个 买十个送一个 真是我发现这种心态的人哪都有 卧槽 真是真是往死骂呀 所以说前 昨天马上前天发了一视频给骂哭了 头一回见到明星 真是录一视频哭啊 我做错什么了 天天喷 我都快给我喷抑郁了 所以昨天看完之后 有一点就是什么呀 就是说有一点 就是说真是明星的心态还真不如主播 就叫刘金 我给你打上了 演员刘金 你可以查了 反正挺牛逼的 等了 我给你打出来啊 哎 网猴来了 网猴猴子 你搜索这就行了 那大哥应该现在没播 我估计应该有 哎 应该开播了 他一天反正每天没事都开播 你就听他在那聊天啊 反正挺客气的 但是你就看你那字幕全骂的了 好多都都骂了 对 有个大胡子 王在这直播 王这帮喷子也是 你为什么不刮胡子 你能不能把胡子刮了 也是天天跟那胡子交进 可好玩了 你就看那些喷子 没得喷点 就让你凭什么留胡子 你为什么留胡子 你为什么不把胡子刮了 也是天天没事 在那一直解释我为什么不刮胡子 对 有点胖 他是哪人啊 我忘了 反正现住河北 我记得他好像不是河北人 他不是河北人 哪人我忘了 他演的好像就是你看过夏洛特烦恼应该看过 就当时那个邱雅结婚那老头 就是那个刘金演的 就当时夏洛穿的特别就开马沙拉地那一段戏 往进去在那炫富嘛 然后呢 就那老头 那老头就是他演的 刘金嘛 他一共演了得二百多部戏 就是小配奖嘛 没有没有 他才四十来岁 哪有六十 四十来岁 对 是个大叔不长 四十来岁 哪有六十啊 四十来岁 因为我以为他最少也得五六十了 他才四十来岁 四只猪头好玩 反正长得挺老的 就是 岩名 岩名在呢 网猴 网猴 今天那谁 今天媳妇给做什么呀 今天媳妇给做麻辣烫 配那个蛋液那个炸那个馒头 没办法呀 猴子 哎呀 饿了有媳妇给做饭呀 不用自己做饭 就这点特舒服 能给做饭 大猴子 对 你们没事看看 那大哥挺有意思的 反而被喷的真的挺无奈的 我看到他们被喷 我就想起我自己被喷的时候了 真是 但是心态好多了 所以好多明星这一开播 真的那么一挨骂 真的啊 真他妈受不了 你知道我还看谁直播来呢 我还看那娇娇直播来呢 那娇娇挺有女人味的 那娇娇 就赵本山那徒弟 叫什么 叫什么 叫那娇娇那女的 我看今天也是白天刚才拼了会儿 乐高一边拼一边看 那脾气也相当暴 也他妈逮一个怼一个 就是专门怼喷嘛 往一边卖茶叶带货 一边怼喷嘛 对 是邱雅老公 但是那个你看的是那个剧情 电影里是邱雅老公 但是呢 就是说那刘金就是那邱雅老公扮演的嘛 就是那刘金扮演的那老头 所以你可以看看 他反正最近也是 我看最近天天爱喷 哎 那谁长当大叔 所以看 没事看看那娇娇也是 你为什么不喷那谁了 赵本山全是这问题 他也不惯了 得一个怼一个 也挺有性格的 就东北女孩的性格嘛 挺有性格的 那女的长得我觉得挺好看的 挺有性格 挺有气质的 大叔你看了吗 炸豆馒头片 我跟你说大叔 炸豆馒头片我都好久没吃了 裹蛋液的馒头片 包括炸馒头片我都好久没吃了 所以自从有了媳妇之后 他能让我吃到 真是有一种妈妈的味道 所以我媳妇就说 他不光是我媳妇 也是我保姆 也是我妈 孩子离不开妈呀 离开妈没得吃呀 已经依赖我媳妇了 啥都会做 不会做就打呀 往死打呀 你原来去胡达 我去胡达这么长时间 我还真不知道有炸馒头片 我知道有那炸那小馒头 蘸那炼卤吃 我头一回听说 他们还有炸馒头片 我真没吃过在胡达 大叔你知道我爱吃什么馒头吗 小奶馒头 小奶馒头 甭管是炸也好 还是蒸 但是我最喜欢吃蒸的 因为炸的有点腻 太腻了 直接蘸那炼卤吃 本是香 我的 本是他妈的 前天的一个新闻 你们看一个小学 还是中学作文 精彩获得 好像看了 就是我的县长父亲 昨天我看好像还有人发朋友圈来呢 好像好像获奖了 还挺牛逼的 好像就是我的县长父亲 段子招进现实 两种果丹叶跟没有丹叶 多甜 少蘸点不就完了吗 我特爱吃那炼卤 那炼卤蘸那蛮子特好吃 上语的有一锅奶香味 又是去外边弄条鱼去 弄条鱼 晚上做他妈烤鱼 再买点花生 再买点千张那豆皮 晚上做条 王子还得是不是买点尖椒啊 弄点配菜 哦 现实版的圆花 那文章我没看 当然我知道有这么个事 怎么着 大叔晚上那条鱼吃啊 年年有鱼啊 虽然有好意 但是每次吃完鱼 感觉运气还是那么长 运气还是那么长 往后天天中午吃什么呀 猴子 还得吃盖饭呢 天天就知道吃盖饭 跟家里做点不香嘛 还便宜 还干净 天天盖饭 这身体都吃废了 万一吃个低沟油可咋整啊 猴子 正好今天把垃圾扔了 那屎盆子啊 屎盆子不舍得扔狗屎 扔了吧 又没零食吃了 哎 天热呀 就得勤扔了两个屎盆子啊 要不那屎盆多 苍阳太多 都是他妈屈 不舍得扔啊 没零食了呀 老扔 不合适啊 你看我直播长大了 你真好 你真他妈好 你竟然看我直播长这么大了 你怎么那么好呢 你咋那么好呢 好兄弟 既然能看我直播长大了 小伙子 挺好前途呢 棉牙 你这一说到棉牙 我记得小时候老吃外边卖那糖 棍糖 那叫什么糖来的 倍儿他妈硬 就是做的各种形状 有长的 有短的 各种形状 那叫什么糖来的 小时候在家门口 经常有开车卖的那个 那叫什么糖 现在都没了 找不着啊 没有东西 没有卖的了 就老人老吃那个 就是特白的那个 对 嘎嘣脆那糖 对 你肯定知道 咱们这么大岁数的人绝对知道 不是糖人 对 应该是麦牙糖做的 反正背儿他妈硬还背儿的脆 那谁临时雨妹妹 是叫关东糖吗 我忘了是不是叫关东糖了 反正那糖还真是挺上瘾的吃呢 就那几把糖吃了才容易把牙粘掉呢 我擦 明白吗 就那糖才能把牙粘掉呢 倍儿便宜 我擦 反正小时候我管的叫粘牙糖 我一般那会儿小时候一说就买粘牙糖 就那糖叫粘牙糖嘛 所以你这一说粘牙糖 我瞬间想起那个糖了 现在没有卖的呀 夏天应该没有 冬天应该有 但是北京不一定有 就买那棍跟那么干着似的 有长的那个哗哗啃 对 有的外边有芝麻 没错 有的外皮有芝麻 但是我吃那种粘牙糖 我从来都不爱吃 应该叫关东糖 但是我想说老管的叫粘牙糖嘛 所以大叔这一说粘牙 好家伙 瞬间想起来 我都好久没吃过了 真是好久没吃这碗了 太怀念了 便宜是以前现在是没有的话 打上个网红复古标签 对 对 这倒是 这一说复古回旧就不便宜了 好像叫牛 不对 不叫牛皮糖 好像就叫粘牙糖我们叫 就是挺甜的那糖 太厚了 所以那糖就是小时候老鸡巴吃 长大了也不吃了 为什么吃多了 因为他妈糖尿病啊 麻糖 这糖我没有印象 麻糖 你让我看到东西可能我有印象 你要一说麻糖 我摆度一下 我摆度一下 我看麻糖有没有图片 没不耳熟啊这糖 哦 你说的这糖我知道了 你说就是外边芝麻那个 我知道了这糖 这糖我不怎么爱吃 麻糖 外边有芝麻 我知道这糖了 切的还要挺多 这都是纯手艺活的 麻糖我吃的少 但是我就爱吃那关东那糖 就粘牙的那个 这麻糖我不怎么爱吃 但是那个 就是那个刚才也叫关东糖 也叫粘牙糖嘛 那糖我特爱吃 小时候蒙好着 他静着 骑个自行车 要么就开个小车 开个小斗车 就专门卖这个 现在你不敢吃啊 有麦的你也不敢吃 怕脏啊 原来小时候哪怕脏啊 现在就是特注重食品安全 卫生 怕脏啊 吃完拉肚子呀 他得点病 后来脏啊 都是唾沫性啊 就包括小时候 吹那糖仁也是 我还挺爱吃那糖仁 但是我妈不让我吃 我爸也不让我吃 说脏 拿那个吹的嘛 那糖仁 就棕色的那糖仁 吹的嘛 吹的老鼠十二生肖 那纯手艺活 给你吹一个龙出来 你像严明去买这玩意 吹糖仁 夸给你买个大便回来 所以说嘛 那糖仁也好吃 但是对啊 但是糖仁不敢吃太脏了 全那么吐沫性子 你怎么吃吐沫呢 对 都是那么口水 咔 盐瓶一去 大爷来个糖仁 你要什么糖仁 来个大便 咔 给你吹一大便 咔 这一坨拿回家也挺高兴 是不是 严实 而且他拿那手捏的时候 但是你闻的特香 你发现没 你闻的被儿香 就特想吃 反正那会儿我就小时候老想吃 虽然是看的就特想吃 闻那味特香 云德 就每次就看人一拿着被儿软 捏巴捏巴拿那管 一吹 就给你吐一只出来 往夸 盐瓶夸 给你吹 给你吹出一坨大便出来 你要吸的还是干的盐瓶 所以说这一说小时候那吹糖仁挺那么好玩的 而且你还背儿便宜 包括那个糖葫芦也是 现在糖葫芦也不敢吃了 原来骑个车 三轮车骑个二八大铁驴 现给你做糖葫芦 山楂的 山楂配他妈的那个那个豆沙的 要么就是那个纯草莓的 腰带颗粒的 当里面给你熬的糖 熬的糖夸一站 夸往那板子一趴 沾上水往那夸一趴 夸直接让你看着给你弄往上一扎 我特爱吃 我特爱吃草莓的糖葫芦 山楂的糖葫芦不爱吃 是因为有点酸不敢不爱吃 感觉还是小时候好 对啊 小时候买东西也便宜 也不会说像现在 吃这个东西得看看食品安全 吃那个东西脏不脏 好不好吃 或者说想吃这个东西夸 我得在网上先看看 网上便宜不便宜 杂炮枪好玩啊 杂炮枪 包括摔炮啊 啪啪的摔炮啊 包括那小边 但是那会儿 大叔岁数也小 也没钱 这都是咱小时候经历过 一说就是跟家长说家长给买 对吧 所以什么呀 所以就是说按咱那说 你回念到以前 你像我们家传楼柳那边上就是那哪三江 干嘛的呀 就叫三江 应该是小卖部名字 小三江嘛 专门卖烟花爆竹 我那会儿才多大 我他妈那会儿好像才他妈的五六岁四五岁 我爸买那炮装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往家买 那炮装不值钱 一买都急把论麻袋往回家买那大麻袋 不值钱的玩意儿 包括那大窜天猴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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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这么大药 这么粗 那棍尾尔肠 插那啤酒瓶子上往上窜窜天猴 对 玩那鞭炮就是买那小边不舍得点 拿剪子 夸绞完了干嘛呀 拆开一个一个玩 要么就是什么呀 逢年过节 尤其大年三十晚上 第二天 早点起 趁人还位工人没扫大街之前 捡炮装去呀 有的人没放完的 有的是放完的 有的碾没着的 夸捡炮装 夸找一地儿 扁 要么就是特粗的 不敢玩 给牙拆开放瓷花 以前火药都是偷出来的成本 反正那会儿买炮装真的便宜 你包括那会儿也是经常炸死人吧 那大里花蛋这么多个 我擦 一百二当中点 对呀 就点瓷花呀 因为你要直接点它醒 岁数也小 不敢玩 直接给牙把那皮包了 把火药给它倒出来 点瓷花拿火柴 也就敢玩个瓷花 往夸把那火药都聚一起 聚点那火药 夸一点的大瓷花 真是那样 包括买那什么 那个大麻雷的 不是粗一买买一边一边的买那大麻雷的 现在都不敢 就是现在你买你都买不着 为什么 厂家不生产 你像这么大个那里花蛋 我擦这么多个 你看现在哪有这么大里花蛋 有也不是你能买 为什么不卖给你 那都是专业人放的 大里花蛋 包括那大粗麻雷的 不能有 危险呀 胖胖 对那是非法 但是原来不是非法呀 对原来没事啊 就是因为放里花蛋 每年都炸死人呀 我操 真是那炮筒的往底 一看瞬间就打脸上 那人就死了 那大里花蛋 包括那小里花蛋 原来不是违法 偷着卖也无所谓 没人管 没有一个规格 但是后来这慢慢的 进放开始 慢慢开始出正版的烟花 就像大叔说的 你这么得格 这么大 这么大 那全是违法的 因为太他妈大了 哎胖胖 感谢老胖 哎这又是新礼物了 这是啥新礼物啊 也是小画家呗 我胖爹 你怎么每次在我房间 永远都鸡把电刀呢 你为什么到女主播 直播间 永远都是十块钱 爆他们一千五千呢 哎 往后怎么到我这 他们连一百都 他们不出呢 哦 这是年度的礼物 为什么你到我那 啥都一百都 那么不出呢 胖胖最牛逼的一次 胖胖最牛逼的一次 点那十块钱 那三十块钱 爆六千 点了一下 爆一千 再点一下 爆五千 倍儿牛逼 就连着两下 而且还是在 女主播直播间 踩我房间 就没见你爆出来过 能爆出一百都 他们阿弥陀佛了 所以你现在超标的大炮呢 你不敢 你不是说不敢放 太危险了 小花家应该没了吧 替换了应该 爆米花炉子 是不是买的全套四个 没有就买了俩 你要买全套四个 没必要 一百毫升 一百五十八毫升 二百三十毫升 还有三百毫升 错 还有五百跟七百毫升 按道理来说 一共全套应该是六 你特小 那一百毫升 没必要买 太小 我买的是一百五十八 跟二百三呢 三百的我也没买 包括五百跟七百二十毫升 我也没买 太大了 那他妈七百二十毫升 这么大 你他妈在家里 他妈在他妈给剥 剥裂 他妈给震碎了 包一小的就行了 声音没那么大 你买那七百二 二根五百毫升的 纯属太商业了 基本就是上外边 爆米花 可你买个七百二根五百 没必要啊 那声太响了 当当的 哎呀那些网红 就闷的那一声 别再给家里剥裂 真几八岁了 哇操 那太他妈大了 那舌在外边玩 你像大叔那话 玩的听的就是 玩的米花 听的就是声 听的就是这声 没这声不行 小龙 我这么一样买了一个 我就买了俩 没买那么多 网猴谢谢 我就买了这俩 不多买了 买这俩完全够用了 我撒胖尿地稍等一下啊 不想要 不想要 我撒胖尿地稍等一下啊 好 尿地稍等一下啊 我撒胖尿地稍等一下啊 Δ 我撒胖尿地补 没有其他 rebuild 感谢观看 怎么啦 姐姐 我来呀 我刚才撒尿去了 我身残之间的丈夫 等会儿啊 我在你眼里我就是残疾人呗 不 把你那些破烂赶紧往我扔里边去 我这不是那些灯啊 怎么打 你瞎呀 你看不出来站地一会儿都把那塞 我这不点活了嘛 偏一飞机试一飞机 那有点让他上镜啊 人家一看心奇古怪的 你先吃饭 放在上镜 你是吃饭还是咋子崩 我夸着一看行 这一飞机崩一小的吧 崩小的好玩 那这俩飞机崩一大的 那你是不撒飞机没吃饭了 这不撒飞机不就到手了吗 这孩子不会挣钱 你是崩二十十万的话 那把人怎么吃饭 对 搁这儿就行了 你弄你的 没事不碍事 你看 搁这儿不也没关系 这一锅二百来块钱 小的也二百多 王的大的也二百多 这二椅子是哪一点正式没有 吃饭了咱是摆了那可玩的 二椅子是欣慰东不是我 你也是 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比他是好东西 我本来就没地儿搁 你说你往这儿弄 等会 等会我戳一言戳一言 我把这大的搁那边搁了 行 你把它往里推 我这碗没地儿搁 是 你等会等会 你应该横着搁这盘子 我咋搁 那你吃饭 那碗往哪搁 我都这么搁了 一会儿再结活 整个一智障 一会儿再结活啊 一会儿再结活 你说这出的本来怎么办 哎呀 意思过的 哦呀 这不就有地儿了吗 往里一点不就有地儿了 看没有 往后说了 别逼逼大脸猪 大胖猪 他不是大脸猪 大胖猪 颜名关你叫大脸猪 他关你叫大胖猪 你说多瘦啊 一七管儿盐 别跟我说话 真是一七管儿盐 哎呀 大叔应该也快吃饭了 弟妹 你揪着无尽的搏领子 搭耳瓜的那种几个飞机 我可想揪了 你怎么卖蝙蝠这个变态 真讨厌 你说这要吃饭了 把这喝饭摆一捉了 我都糊了 刚才胖胖给咱点那个 也是小画家 三倍心的心理屋 又是电灶子 这啥我都习惯了 每次就是一个一百都不出的 咱这个房间出了才新鲜的 人家房间爆这个当当出 我他妈新鲜 这爆率为什么在我房间永远都这么低 他妈的真是狗子 大叔快吃吧大叔 网猴应该 今天应该又吃盒饭 新品种 李海龙瓦拉蒙我就放了一包辣油 不好吃就打死你 不好吃你出去吃点外卖 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给你惯的 给你做这儿饭还能不好吃 咋做 对不好吃马上就抬手 大耳贴了 你还塞不塞呢 吃 那不叫塞 那叫吃 赶紧把你那皮眼子炫腿成得了 拿去拿一边去 哎呀 爱情麻辣烫 红红火火啊 兄弟们 爱情麻辣烫 我的杂饭头 杂饭头也香 网猴你看看这待遇 你媳妇要饿了 就得你给你媳妇的做饭 方便面两块大肉和百叶结 你今天吃啊好惨嘛 怎么也得吃个手砍面呀 那方便面都是油 怎么吃啊都是油 真惨 你说网话是不是挺惨的 哎呀你得给我点别的呗 给我点土豆片的 你不是不吃吗 这不吃那不吃 自己就要自己家里做个事 我他妈得吃这土豆片 是不是煮多了 两份 这麻辣烫里边还什么都有啊 对啊 我能给你们吃 挺拳户啊 合伙 我就把土豆片捞了 没血豆腐 你们家麻辣烫哪来的血豆腐呀 麻辣里边不都有 这放那没味的屁 我们东北麻辣烫里面就没有血豆腐 哦 你要愿意吃回你们老北京吃一下啊 愿意来点找事 我系的麻辣烫里边都可以加什么的血豆腐 这应该拿大碗 这碗还没碗烫 你拿点 哎呀 哎呀 小叶菌来 整一口 麻辣烫 呸 我往这边都装看不见 配点炸馒头片啥的裹蛋液呢 行了 又开车了啊 给你啊 事儿了 下次给我拿一架子 争取这么着架我嘴杖 我正好省得再端了 哎呀烫死我了 我操 先吃个炸馒头片吧 裹蛋液 后久没 我长这么大人呢 我就在家吃过 我出来住 就一直没吃过裹蛋液炸的馒头片 我没给你炸过 我给你炸过 炸过吗 你就吃吧就 我料板就忘了 是别人给我炸过 是你 还挺好吃 这样咱们炸个炼骨是更香了 这麻辣味更香 哦 烫火啊 哦 这么吃 这么吃就有点远 司令的脸比过 对 是是 说得好 往后 没空 我一直想说的话 没好意思张这嘴 这厉害 龙麻辣粉还真他妈香 我只能这么吃了 拿手拿得太胖了 各位理解谣 小鱼提大吃中午吃菜了吗 估计还没吃什么 刚起吧 沙里比沙里多 中午吃啥呀 烟鸡 哎呀你吃 哎 我还没割麻油了 他本来带着割两个 油温小马 他在里面 没成功 我把手拿进去 我都不过了 你笑 下饭 有点栽椒活鱼 这太胖了 跟他们重情讲面就有点胖 要点手感变粗点就好 真鲜哦 下的可以再多单独再加点麻油给我这个 咱俩可以给我煮 你要不要自己拿麻油呢 对 就下子 下子的时候 来 吃吧 往后吃到方便去 也就是这样的往后吃 真惨 还得给媳妇做饭自己吃泡面 没办法 大肚子都炸了面 弄饱了两点来吧 弄饱了两点来吧 为什么每次吃面没锅什么没看见 没锅就饿了就饿了 面食不太顶饱 面食不顶饱 你就是还得有点菜呀或者肉 我也是 吃面不顶饱 吃面啊 馒头都他们不顶饱 对 你当时吃完可能会很饱 对 那也就是当时 过会儿就有个 你看我昨天吃那个菜脚也是 我光吃面吃不饱 就得吃点什么呀还得 里边的馅 马上烤鱼 晚上能挑活鱼啊 能挑烤鱼吃 相当牛逼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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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麻辣烫也是 我得吃点主食 我光吃麻辣烫我也吃不好 月入百万就吃隔夜菜 你们家麻辣烫还有隔夜的吗 真可怜你说 这是现在做的麻辣烫哥们儿不是隔夜菜 不是隔夜菜 不是隔夜菜 就是说隔夜 这隔夜菜 这隔夜菜 那隔夜菜 啥他们也没见 这隔夜菜 啥他们也没见 啥他们也没见 我那土壁是吧 我吃完这个药干什么了 这智床又得换 你用西油纸给我一下 你肯定得稀微 你炸完了把那个搁石油纸试一下 要不这馒头它们太腻了 都是油 你说为什么菜脚就不会腻的那么炸 面稀的 不 你知道为啥吗 我昨天想问一下 可能是因为那个 我那面都是烫的面 直接就是熟的 哦 它不吸油了 对 像这个面包 馒头把面包的颜好大 出汗了 好 往后吃饭了吗 还不吃了吗 还不说 没怀呢 还没怀呢 113 112 哦 112 112到115中间放 我怎么感觉我这一座笔你都棒呢 对啊 就130 吃话是说的 你这吃饭想一动吗 拿了130一个来 你从来就没有 胃口不好的时候 哈哈 吃饭 但是我跟你说小叶举大哥 我吃饭永远是吃我爱吃的 不爱吃的你是没见过 我一点我都吃不下 是因为他不爱吃的我也不饿 对 明白吗 在家吃饭就是挑自己爱吃的 我给你说 很消负我的 所以你看我可能给你的感觉 可能说每次吃饭跟狗似的 你叫什么 听大哥这话就要想起啥了吧 没人顺便质量多高 你都这样 我跟你说 这就有点烫 要不烫我吃的更快 我吃饭特别快 我很少吃饭 我吃的还特别熟 这要不烫我早上吃完不烫 这怎么烫过 非常吃 焦尔里麻烫真的那么香 麻烫香的 有时候吃点醋也很香的 蒜面条 好吃 今天晚上烤鱼大哥 晚上就要吃百条浮鱼的 我媳妇做的那烤鱼跟外边烤鱼一模一样 弄那个大盘子 先得烤一下 烤完了再炒料 烤完椒辣料直接断上去 还得炒料 对呀 你觉得炒料先买干辣椒啥的 干辣椒 把辣椒都炒了 对 烤鱼是有关不错 明白就行 没事 我这人也是 炒酥就行 要媳妇干嘛的 吃完了可不就得给盛饭 没事你就炒鱼炒酥就完了 盛饭这是啥事 那不是要媳妇干啥事的 那你要媳妇干啥事的 哎呀 有事媳妇干 没事干媳妇 我主要就是有事媳妇干 咱俩就别在这儿都这么客气 我来学习 大哥你吃了吗大哥 应该刚睡醒 刚睡醒就看咱俩吃嘛 开胃部 肯定呗 有人就爱看直播 看美食 有食欲啊 我感觉我有的时候也爱看他们吃 我不会爱看直播 你知道我爱看啥吗 你是没见到1617年那会儿 帝王蟹 龙虾吃的海鲜 那更有食欲 我不会爱看直播 你知道还要看啥吗 他们带着卖去吃饭的声音 哦 就听那声嘛 嘎嘣嘎嘣的 我一听那个 就开始吃咋我都觉得老气了 尤其是嘎嘣脆那声音 所以直播吃饭就这点好 能治疗食欲 我看的老爽了 尤其 尤其厌食症什么的 干啥呢 发福了一道兄弟 好久不见了 我这肚子大 我不会喝酒 但是都是那会儿喝饮料喝的 他头段时间瘦了 现在又胖了 我那会儿还挺轻的 我就说我一瘦了 没瘦两天 人家都能搞定 人家是胖着玩 你是瘦着玩 不过咱俩挺能吃的 肯定要胖了 你照我这么吃吧 我跟你说这两天又得找 一会儿其实人家胖量差不多 都够俩人吃 俩人就真就吃两份了 我把这菜都捞了 我是就想吃这菜 捞不上来 但是你也能吃的 不能光说我能吃 我能吃 但是我没胖 本来虽然是胃不瘦 是 我基本没有腰 我没有化 所以你看我裤衩老喽巴拉屁 终于有人说到周边了 是因为他们光吃 说实话 连腰都吃没了 所以我这裤衩不是成心 喽巴拉屁 我是真提不上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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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嘛 吃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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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 这你把烫都烫了 这样没那么不烫怎么吃了 三下我说二必须搞定 下弄点手腕面呗 弄点麻酱面吃 麻酱面吃的更有效 弄呗麻酱面啊 吃着直播效果更好 烫 烫一个馒头饭都没吃啊 我吃了一个 两个 两个 两个馒头 我两碗面条配两个馒头呗 我以为一个馒头呢 嗯 合着我两碗大面条配两个馒头 我怕你不顺吃 很吃辣 你看吧这两天绝壁得长肉烫 要不然你总差不多饿 我看你这回还饿吗 全是淡水 这你妈也不能这么吃 两碗大面条陪他们俩炸馒头 还那么裹着鸡蛋 我 是不是圆了呀 我能够圆吗 因为我一直以为是一个馒头 因为一个馒头我怕不够吃 我没想到 他这个麻烦旺这么多 我没想到 他这个麻烦旺这么多 它就我一样吃 那请拿这个耳朵 是最好的 我喜欢这个 比咱吃点价好吃 我一会儿我一天得生个生 我看到底长了多少斤 你那天没吃没喝 没吃没喝 上套了170 太鸡肉胖了 好 这奔着他妈200了 这么多车 你可别胖了 你让奔着200 你真就有肿乎了 我真的骑那个共享单车了 你买回来你倒是骑 骑那么几回 不是共享 什么车来说 动感单车 我也是 总说共享单车 我一说 我朋友就说了 咋的你这车从楼下走 咋的 真得玩命骑骑的 好 人家骑娃的活儿了吗 越骑越胖 人家是瘦的 你是骑娃 肉更炸似的 回头可以往里放点 我喜欢吃的豆皮啥 还是菜还是少 这他妈热 这连同几点来 两点呢 两三点钟吧 三点左右我得行不是说吗 一会咱俩也可以买先买菜 吃完了歇会儿 赶紧买菜去 晚上炖那个烤鱼 往后说他无尽把司令 费着250斤 甩了他呀 甩了根本是腰子 我跟你说 我俩这混三年 我根本就不算长症 就有些人没心没死也造得跟猪股似的 往后天天跟这儿靠着 我就要吃这些了 我也不能再吃了 走啊 接到阿尔山呀 怎么办 玩玩多呀 走啊 你连家庭都没有 你玩啥 阿尔山那城市也特别好 阿尔山我不喜欢 买菜太不方便了 买肉里好 中国最小的城市 阿尔山 很喜欢 生活没压力 一身汗 我怕 这除了汗 中国二八堂城市的时候就挺好的 阿尔山那城市是中国最小的一个城市 生活一点没有压力 特殊 我现在没有二百斤 当然快了 为啥没有压力 这啥也没有 有钱都挖不出去 对 正常菜一三天 到二十六六天 你会在网上买东西消费的 还有最经典的就是 阿尔山那火车站也有 阿尔山火车站 特别小 现在生活什么 你会在网上买 也没压力 那他妈是你也没答应 你他妈房那么多 靠他妈吃肚子 把我家做生意 哪能他妈跟你比啊 我是吃饱了 你真是 我也忙 我也忙啊 你真不是一般的猪 我不能乱说 我不能乱说 真别学了 二百一正着手 你还笑过我常那儿熟 是我常那儿熟二百一 还笑过我们家小鸭 两碗满满的面条 炸馒头片 就剩一个俩馒头 我妈妈也不知道我怎么吃的 吃的老热了 来 来 行 拿刀滚 滚 滚 滚那边去 去 去 去那边水价里 来来来去去去去 但是我没啥零花钱 网猴你是我见过 你他妈 你他妈要零花钱 那他妈媳妇就他妈得让你甩喽 网猴你是我见过最惨的有钱人 还真是 目前来说真是 网猴也是我见过 做直播七年 你他妈是我见过 真的 就房子多 不差钱 还做生意 最穷的一个人 笑死我了 最惨的有钱人 我网猴 后去 对最惨 媳妇一分钱不给 媳妇不给钱 就没法乱花钱 要么就是阿姨偷偷给你零花去 我家还干活相当卑微 要么网猴 还得给媳妇做饭 还得给媳妇他妈买菜 全是你一人干的活 老婆兄弟不容易 我再也不说你那网猴 这么一算真的 我格局多大 哎 那个五百个鱼翅 粉钻兄弟 谢谢你 五百鱼翅 你看我格局多大 格局都算多了 所以你说吧 网猴你说你也不要孩子 我也特纳闷 你说玩点小玩具呀 卖点小收藏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呀 所以到现在我都特别纳闷 为什么 为什么这媳妇怎么这么对你 你说家里要差钱也行 哎 五百鱼翅 网猴是家里在那个上海拔套房的 上海 然后呢 自己家里是做买卖的 就是做那个殡葬行业的 有钱呀 做他妈 死人用的东西 都他妈有钱人 在这个社会上 一个女人的钱 一个小孩 就是婴儿的钱 要么就是什么呀 死人的钱 是最他妈好争的 他们俩就选择第三个 做的就是那个殡葬行业 那好家伙呢 你像他妈的每年他妈的那什么清明节 那就是他们家最火的时候 就是卖的东西 哦 是 我知道你不用什么情 对 他媳妇应该挺强势的 但是这跟网猴也有关系 网猴呢 咱家哥们 咱家的大哥呀 他没啥爱好 你别看他40岁 他的性格呢 可能也就20岁 跟小孩似的 他有一个好处 他不乱花钱 第二 他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呀 他喜欢女色 就是说他可能说 正常人可能说 家里这么有钱 买点手办 玩具呀 或者买点鞋衣服 他不感兴趣 他一点都不感兴趣 哦 你媳妇脾气好 所以网猴就说了 我就喜欢女人 所以他媳妇不给他钱 是怕他瞎去找女人 你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网猴 网猴最大的一个缺点 也是最扎心的一点 没钱找不了啊 不给他钱呀 所以说你要让网猴说 花钱买玩具 不感兴趣 手表好衣服奢侈品 他一点不感兴趣 对 所以说他媳妇不放心呢 觉得我觉得也挺好 我能理解吧 没有别的爱好 也不瞎花钱 女色能理解 男人嘛 很正常 当然这结了婚 也不要孩子 也不要孩子 所以说嘛 可能就是沉迷于这个娘们身上了 你主要怕我爸 明白 就是说什么呀 他不是怕媳妇 他是怕什么呀 自己瞎花这钱嘛 玩瞎玩的 他爸身体不好 怕他媳妇告诉他爸 你知道吗 所以这么一算 网猴还是挺孝顺的 挺好 挺好 为了自己的父母着想 自己忍着这些小毛病 也是个孝敬的孩子 挺好 真的网猴我也挺佩服你的 要是我 我他妈早外边瞎鸡巴玩去了 不能说女人吧 反正就是说乐高啊 玩具呀 我绝对会往死买 因为毕竟上海八套房资产最少过亿 你在自己家里再做点殡葬行业 有买卖也能挣好多钱一个月 要不我早即便买乐高了 豪车咱不敢买 就买这玩具肯定我都 可能多玩几个系列的乐高 或者别人金刚的手办 我肯定得往死买 车就不买 对车没兴趣了 就玩玩玩这些玩具吧 你就行 是吗 所以说你的爱好 可能说你这爱好 紧极限于女人身上了 你懂吗 就没时间玩玩具了 所以我就特好奇 你说你天天在家也不用干活 在家天天呆着 做饭你做 卫生你做 衣服都得你自己去弄 买菜都得你自己去 所以刚才我媳妇说吧 你是她见过最惨的一个有钱人 有钱 但是不给你花 或者给你花 你也不买玩具 最多也就看直播 春儿牛逼 也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挺好 但是我觉得网猴 你可以往一些正能量方面去发展 就是说可能我买个鞋呀 收藏鞋呀 弄个玩具呀 小玩具玩玩 白白弄弄的 其实也是个小爱好 总比天天呆着强 我感觉除了 喜欢非常喜欢车 买豪车 但是这么讲 他不要孩子 你懂吧 所以网猴他再怎么花钱 他也无所谓 他不要后代 就是他跟他媳妇不要孩子 所以我就说 你又不要孩子 你那么省钱干啥呀 不可能就喜欢女人 你看没有 就喜欢女人 茶叶他都不感兴趣 所以你要像这种资产过亿的 怎么着 也得有点小爱好 他那么一点爱好都没有 天天就是直播 然后呢 喜欢看我跟我媳妇吵架 要不就骂我媳妇 所以说网猴的性格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跟小孩一样 人特别好 他跟阎明儿性格都特别好 适合做朋友 俩兴趣 打篮球女人 这篮球 篮球足球 对于我来说 不叫兴趣 那他妈叫锻炼身体 你知道吗 那他妈叫锻炼身体 我说跟你说的爱好 就是什么呀 收藏 玩着小玩具小东西 不过也是 你说以后吧 你也不要孩子 收藏确实没有意义 但是你没多钱 年纪越来越大 唯一号 对 是这样 随着岁数越大 可能每个人的生活爱好 都会慢慢在减少 就你有钱 你都不知道往哪花 确实是这样 越岁数越大 堆这些东西 就没兴趣了已经 所以你只能让我这说吧 往后就是提前为老心衰吧 就喜欢女人 就他妈爱玩女人 但是有钱也行 有钱能玩没钱玩不上 但是咱说实话 女人的玩意儿吧 一闭眼都他妈是一个东西 就是说白了 就是面相长得不一样 好看 跟不好看的问题 你他妈关上灯 都是那个洞 都是那感觉 没啥区别 就是声音不一样 女人呀 不能说玩 就男女那点事 但是问题是 你要真想玩得有钱呀 没钱咋玩 对 有钱 有钱玩玉石 季末说对了 有钱玩玉石才是聪明 因为玉石能保值 可能还会升值 绝对不会亏钱 你要真玩玉石的话 基本都是挣钱 就是拿爱好 一边玩一边挣钱 但是那玉石也很贵呀 也非常贵呀 那么上千万上亿都有 玩不起呀 几十万呢 几万呢 几百万上千万呢 多少钱呢都有 黄金是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戴一个镯子 价值五百万 你也不能穿的浑身 都是大黄金出门 让人看见多土啊 对吗 您戴这一玉镯子 可能价值二十万 也总比 夸着戴一大堆金链子 想啊 那那么多俗啊 那天我媳妇说 看那范冰冰那个 就随随便便一晃 戴那镯子最 我媳妇说 她那镯子最少一百万起步 我也不赌啊 就那玉镯子 最少一百万起步 您他妈要戴一百万的黄金 这你妈这一出去 多几把俗啊 而且第二 你这一戴一戴 戴黄金出去 我跟你说 这整条街 隔三道街 那小偷全都盯着你 全都盯上你了 对吧 你戴一镯子 说白了低调点吧 没那么张眼 你要您戴 她妈一身黄金 那小丢就盯着你 会所的女人 你不喜欢 你说你还挺事儿逼 你还挺事儿逼 是不是就喜欢 那种特单纯的呀 就是那种越单纯 不会玩活 不会玩套子的女人 你喜欢呀 不过也是 能在会所的娘们 有几个傻子呀 都她妈挺贼的 一个比一个贼 能他妈混会所 牛逼会所的 高端会所的 都他妈 都他妈一个比一个贼 没那么傻子 对呀 你太显眼 而且你戴出去太土了 对 你戴玉石 起码没那么招眼 因为他也不知道 值不值钱 黄金不一样 到哪都他妈换钱呀 太招眼了 甭管玉镯子 还是黄金都会 反正玉镯子 可能比黄金 稍微低调一点吧 就是玉镯子 你戴手上 懂得人一眼 就能看出来多少钱 你要小偷 他哪里基本懂这个呀 他一般就是黄金呀 钱包啊 现真啊 好家伙呀 对吧 所以你看真正那些 玩玉镯子 有钱人挺多的嘛 我不懂 我一聊都不懂 我觉得那破壁镯子 有什么那么贵的 就是一个小圆镯子 还他妈本机不贵 我说他妈一二百的 不跟你那没啥区别吗 那可不一样 咱也不懂 就是你上菜市场 随便找一五金店 十块钱八块钱 买一玉镯子 我感觉跟他妈那个 网上卖那些百万的 我没觉得有什么区别 都他妈一样 给我的感觉 就是带一样子 所以你看现在的女人 现在的女人不玩黄金 谁玩黄金呀 老头老太太玩黄金 尤其是老太太玩黄金屯呢 现在咱们这代年轻人 80后90后的女人 要聪明的 直接把钱买成玉镯子 投资 真是隔五年十年 真他妈能长不少 现在女人都玩镯子 不玩黄金 你对现在这帮娘们一说 她一玩黄金太俗了 太土了 你看现在多少女人 都他妈玩镯子呀 对 她很喜欢镯子 有钱能玩啊 没钱他妈怎么玩 那一破壁镯子 便宜点都他妈好几千一个 就是你能带上好看点 最次都得好几千两三千起步 你要买贵的 上百万上千万都有 你像他们从那个面 你像玩那个 我听我媳妇讲 买那石头那料 据说这一个石头料 价值四千万五千万 就这一大石头 咱也不懂啊 我说这玩意能开出啥玩意儿啊 你要运气好 堵石堵出来了 弄一对 那你这一块四千万石头 能让你最少挣两个亿到三个亿 咱也不懂啊 所以这就是堵石的魅力 你看那边 他们那帮 不都去免担开石头吗 对 你开石头就相当于堵博 所以你像他们说 你堵石 一脚棺材 一脚 他们豪华别墅 就看你运气了 可能你运气好 这块石头可能五万买了 瞬间能值个一百万 开出到要好 真是多少倍的翻 咱什么也不懂这玩意儿 明白吧 所以你看那会儿 到现在不都有好多人 专门开石头吗 就是堵石 咱也不明白这玩意儿 你说确实挺刺激的 没钱真玩不起 我也想玩 没钱呀 那些石头都那么论千万 买完大 没得呀 都他妈有钱人呐 没招啊 哪去吧 说理呀 再聊会儿 聊会儿下播 聊会儿下播 买鱼的 买菜的 拿快递买菜 临下播之前啊 有愿意玩爆米花的 可以刷一个飞机 一个飞机给你绷锅爆米花啊 俩飞机爆大的啊 有大锅 一飞机爆小的 俩飞机爆大锅 没有就算了啊 没关系 哎呀 这样拿快递 弄条鱼 收拾收拾 一会儿连同来看网 设计设计 看看怎么弄这个网 我觉得网 家里网不太稳定 断断续续的 然后呢 晚上咱们到时候晚上见 对 你能买的石头 基本都不对 没错 这话说的没错 人家早都淘汰完了 第一手拿到石头的人 先看 如果好 绝对不会卖的 咱换句话说 能卖给你石头的人 能把钱送给你吗 这话巴巴这兄弟 肯定说的没错 这一看就懂的人 所以说能让你买的人 基本就是 基本就是这块石头 都差不多了 让你买 就是挥个本 别砸手里 肯定看不出好的 所以玩石头这东西 水他妈也特别深 就专门好多有钱人 玩这个 动则百万 牛逼点的 都他妈上千万的玩 那他妈有钱人呀 穷人玩不起呀 没地儿说理了呀 哪儿说理呀 往后你吃完饭了吗 一会儿买条鱼 买点菜 还得看看明天吃啥 哎呀 这生活呀 天天就这点事 你说 往后我什么时候 能跟你一样的生活就好了 我能跟你一样的生活就好了 吃完了呀 我会买我喜欢的乐钩 第二 我会买辆一体的房车 现在开车就带我媳妇去玩 这把狗一记 玩房车不行 就出去住一年 得哪儿玩到哪儿 开着房车到哪儿 都他妈是家 拖挂房车没学没法出去 你又快干四十级了 慢慢玩吧 你就省着点就行了 明白不 你就省着点慢慢玩就行了 你就等双倍的时候 你愿意刷就刷了 升个牌子 没双倍就省着点 刷免费礼物就行 哎呀 我女神开播了 不二不叫周淑仪开播了 我女神 我家伙的 吴静你每天就轮椅 弹幕也没几条 是如何年入百万 兄弟这要想拜师学艺 哪能随便告诉你啊 没几条弹幕能挣钱 这种招哪能告诉你啊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想打听你也得上点工啊 跟那免费问 谁能教你这个呀 除了你父母能教你挣钱的东西 没人会教你挣钱的东西 你记住了 我媳妇快要注销我后 要不你就注销了 重新玩一个也行 我后 重新玩个小后 你注销了 你的粉钻 你的粉钻是有的 明白到期为止 他年入百万 真的没骗你 我原来那会年入百万 我也坐这吹牛逼啊 吃羊羊串吃饭 只是现在交税了 交税了可能 确实是没挣不了那么多了 一年挣额差不多 四五十 五十得多吧 五六十万吧 就是差不多拿到手里 五六十万吧 每年 就相当于比以前 少挣一半呗 得交税 真是少挣一半 所以说你要说 我原来挣得多的时候 我也坐在这吹牛逼啊 我也不能天天做节目 猴子几个累 而且我真做节目 你们这帮别也不刷礼物 有啥你不可做的 也就最多跟我这些老粉聊聊天 你们那他妈天天事 比五十六 兄弟你得做节目 兄弟你又得做节目 做节目 他妈你也不看 你也不刷的 有什么什么可玩的 我这人现在 真的啊 就是说 我现在看待直播 我看的特现实 我现在真是 每次都爱跟那些 真爱粉聊天 甭管你刷不刷礼物 都爱跟那些真爱粉聊 可能这句话 对于你来说 哎呀 你这个主播好认情 那直播不就是这样吗 直播都是为了挣钱 谁也不能说 操我不为挣钱 我吹牛逼玩 我疯了 我有这时间 我他妈躺会好不好 我干嘛天天跟狗似的 往这待着 对吗 没有那谁 那个刀哥 你也不用在这刷屏 你也不用激动 你看斗鱼那么多年了 你他妈十九级 你不看就不看呀 没让你看呀 对吗 早晚凉 老的乐意 这说那没屁眼的话 哎呀 你怎么知道 你做节目没人刷 反正至少你不会刷 反正至少你不会刷 你要真诈意玩他妈那么多年 玩他妈七八年 都因为他妈十九级 你跟我来一句 你他妈要刷礼物 你还挺狠 历群 我不怎么抽历群 我抽毒宝 你做我逼给你刷 不不 不做了 做节目原来做过 说实话原来做过 原来做过房车 但是现在吧 可能说因为要准备要孩子了 所以先不出门了 知道吧 就是 现在准备要备孕了 就先不出门了 希望理解一下 哥们 你要觉得我人气低 你就看看人气高的就行 再加上这现在快冬天 母亲也越来越严重 就是不想出门 第二也不想花太多成本 因为出去成本太高了 知道吧 所以说真的现在不爱出去了 没给你解封啊 百善 先跟你说清楚 我们可没人封你啊 我们可没人封你 你在网上骂人被举报的情况下 超管会全战禁言你 我可没有封你兄弟 所以我明白那天夜里你突然为什么不说话了 我可没封你啊 你别把这事扔我头上 可不是我封的 是全战封你 可不是我干的兄弟 明白吗 所以你可别什么时候都他妈赖我头上 吹牛逼吹半年被全战禁言了 跟他骂人 被封了还那么好意思赖我封的 我告诉你刀哥啊 说实话 直播没有节目了 你相信我 你要爱听真实的刀哥 弟弟就跟你说两句 直播没有节目了 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161718年的斗鱼 可能每天都有好玩的节奏跟节目 包括吹牛逼的东西 现在的直播并没有什么节目 现在的节目都是以兄弟们点活往死刷 往死刷刷刷刷冲冲冲上上上 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们要真想说看节目就看视频 现在短视频节目做的特别好 现在户外一哥那个童子不认识 不太认识 现在就是这样 你随随便便往这一做 可能我是个新开播的 刚开播的主播 我会聊天 第二我天天PK我礼物比老主播都多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就很尴尬 你又想让主播做节目 问题是刷礼物人确实不多 但是也不是说大家不刷 是因为现在经济确实现在不像以前了 还有一个最严重的是什么呀 现在交税交的特别的高 都不愿意去花很多钱成本去做节目 扣来扣去真的不挣钱 我去注销了 省得我媳妇生气 行 你先注销吧 从前注个小号就行 慢慢玩 不过我就特纳闷往后 你说你也没别的爱花钱的爱好 你自己刷点钱 在网上刷一两万块钱 你媳妇还管你啊 我发现你媳妇啥都管你 好家伙 你一天不开播 我就一天给你刷五个火箭杠杆 你刷吧 你现在刷我马上下 阿新加油 我就想看看你能骂出什么样 加油 我看你还能骂出什么话来 别 你别没意思 我现在就听你骂呢 你继续 百善 你继续阿新 我就听你骂呢 我就听你骂呢 我看你能骂出啥话来 使劲 你要不使劲骂我 我都看不起你 这阿新那大哥 跟基本缺心眼似的 上次老婆 上次压夜里被全转禁言了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压 以为是我给他疯了 那天晚上他跟直播间 在那骂人 被他妈全转疯了 好像被全转 他妈进言了 应该 你继续兄弟 我什么话都不说 我有这格局 继续 我看你哪句话 能扎到我的心 能让我生气 就算你赢了 不是 现在是这个问题 阿新 你说你一直在骂我 但是现在问 为什么你又说要跟我连麦 我没明白 我让你骂我 你也不敢骂了呀 上次被全转禁言 被封怕了 这是 你也够怂呢 骂半天让你骂都不敢骂了 又怕回头被剪 所以这大哥 你说我给你机会 让你骂 我也没看你能骂出花来呀 你还就开始玩这招 又哈哈乐 又笑声了 那天晚上也是 一边骂一边 自己哈哈乐 也不知道乐啥的 这大哥 我跟你说阿新 说句扎心的话 我能听你骂人 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第二 不连麦 我真瞧不起你 真是瞧不起你 诶 长等书 一个飞机能骂你几分钟 大叔你不用耍 你随便骂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你看你骂我 我从来都不回话 我有一句我都不骂你 我是蔑视你 呵呵 哎 阿新我先说一句啊 你别老带北京人节奏 行不行 你说你骂个人 动不动就北京人 北京人呢 北京人跟你妈有关系 还是怎么着 跟阿姨那边上床了 是咋的 你怎么恨北京人呀 我怀疑是不是你妈 是不是找了一北京的 接活着 还是说给你给坑了 单亲家庭呢 就是你妈跟北京人结婚 北京人给你妈甩了 哦 北京人怕打仗 那我哪知道啊 就是 这北京人怕不怕打仗 你问我 我哪知道啊 是啊 他骂着骂着就开始在地狱黑 你这北京人打不打仗 跟我有啥关系呢 我操我都成北京人代表了 我都 所以我也特纳闷啊 这啥情况 北京人打仗 跟我有啥关系呢 问题是 这也能骂上我 我操 所以骂半天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说 骂半天都没有逻辑 这北京人打仗 也好 跟我有啥关系呢 就跟那根根自己 自己一边聊一边乐 哎 是不是网猴啊 网猴这是你不 网猴是你我给你放管 你可以骂我兄弟 我什么话都不说 你赢了就得了呗 你说这北京人打架不打架 跟我有啥关系呢 我也不参与 这大哥真是骂半天 骂的没有他妈逻辑啊 那大哥 哎 那谁这是网猴不是605 网猴是你不 那大哥是不是又被封了呀 他不说话是不是又被全战禁言了呀 现在特别 你只要一骂人或在地狱黑 只要一举报那账号可能就会被全战禁言 大哥被禁言了吗 我看他不说话了 你举报了 现在特别严 一举报就会被禁言 被禁言又被禁言了 谢谢网猴 是不是网猴说句话呀 猴 是被封了吗 我看不说话了又被全战禁言了吧 现在真别瞎说话 真的骂人一举报 朝我绝对封你 我估计应该是又被封了 我们可没封你啊 我们可没有封你 不是我们封的 头鱼都不待见你 真是悲剧了 就来了那么激动 嘎嘎嘎嘎嘎 跟着乐半天 都不知道要干嘛 你说北京人打不打仗 跟我有啥关系呢 我也不代表所有北京人 这屎盆子都他妈扔我身上了 这是不是我猴哥呀 哪谁刀哥你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 所以说咱俩接着说刀哥 我推荐你们呀 你们要真想看节目 你们就看短视频 真的挺有意思 短视频做的节目效果呀 包括测试什么呢 真的做的特别好 但是你要说现在的直播 尤其斗鱼来说 这不能播那不能播 确实限制了很多主播的发挥 你知道吗 对 就是你可以别看带货 就是说你看短视频 短视频的好多做的内容好 带货是直播两码事 所以你要让我现在说 来评价娱乐主播来说 我跟你说 尤其斗鱼就是聊天吧 要么就是天天带几个女的 一起互动 主播一块玩 互相大哥们 互相刷礼物 没啥太多新鲜的内容了 真的挺没劲的 我做斗鱼都播了七年了 但是你拿现在的直播 跟短视频比 真的直播 就是短视频做的内容特别的好 但是我问你 刀哥 你说是做节目挣钱 还是PK挣钱 兄弟 哎呀 我操 网红竟然改名了 我操 对PK挣钱了 网红你说句话 我给你放管 这网红又起这名 我媳妇又出名了 网红你打个一一 就是我给你把房管上 但是我这么跟你讲 PK就是能挣钱 你去做节目 没人 没人会刷礼物 有 不多 他那个40了 让他那什么 他说怕他媳妇看见 他提前煮销了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问 你们为什么去PK PK来一千块呀 PK可以说没有成本 最多成本就是互相回礼 但是PK是真他妈挣钱呀 PK跟带货比 肯定是带货最挣挣钱 其次就是PK 为什么 PK嫁礼物 大哥有钱的容易省头 所以你看他们真正玩PK的 最早先开个游侠 骑士 子爵 伯爵 公爵 直接开皇帝 国王都不开了 所以你要记住一点 兄弟们 不是弟弟偷懒 现在的直播 什么挣钱拨什么 你真傻乎乎 不像原来16年17年傻乎乎 有节奏 做节目没什么人给你刷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看现在好多大主播 可能说一边户外也好 一边吃东西 跟连麦混着播 但是PK是真的特别挣钱 你要情商高会聊天 你能通过直播能蹭到好多大哥 这就是心里话 所以好多人就天天琢磨 为什么主播要去PK 挣钱呀 就这么简单呀 不挣钱谁记把PK呀 你们怎么都说我发际线越来越高啊 真不高 我就是留短头发 留的不是特别多 这真是实话 所以你说如果有一天你做主播 你就明白什么挣钱肯定干什么 现在抽水高了 连麦的更多了 因为你只要出去做节目就是成本 扣来扣去 这钱基本就都扣没了 挣得越来越少 那些盒子 但是咱还是那句话 不能宣扬说大家不做节目 反正你现在如果要想做节目 掏钱做节目 你就得考虑清楚 是否愿意多花点成本 你要成本效果做到好 你能挣好多钱 就怕什么呀 你成本花进去了 可能还赔钱 还得扣税 合着到最后 你做完这节目类的 跟狗似的还赔了一堆钱 现在扣税扣得太高了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主播现在都愿意在家 不爱出门 在家没成本呀 那枉费电费才多少钱呀 网猴人呢 网猴说句话呀 网猴 算了我后台一会儿给你吧 我一会儿上后台 我复制你名字再给你吧 所以说这就是好多人 现在看直播 天天就在那 天天说什么呀 说税 税多少 最高税45% 最低税35%到45% 其实不算说税吧 工会抽成加上交税 最少起步是35%到45% 你算吧 今年你可能到银行卡 整整1000万 可能查到你了 就是说需要交税了 可能最少得交350到450万 交税 基本就是1000万 最少交一半吧 差不多小一半 交税呀 您还没算雇女嘉宾 做这个成本 做那成本 你雇点女嘉宾 一个女嘉宾 一晚上可能就得 最便宜100020003000 一晚上陪你做节目项目 这都是成本呀 所以户外那些 你看请那些 女的一起直播呢 确实很有节目项目 成本也高啊 对 你在请客吃饭 场地费 乱七八糟的 包括说 可能我PK 这个大哥给我刷完礼物 我下播懂事 情商高 人女主播在开播 趁人大哥在的时候 赶紧过去接着给人回礼 这都是成本呀 就是人家大哥给你刷2000 你最少下播 人家女主播还在播 而且人家大哥还在直播间 你就赶紧过去 最少也得刷2000 你说钱谁挣了 到最后 自己没挣钱还亏钱 女主播大哥也是 也亏钱 到最后 全让都余挣了 交税了呀 你看那些男主播 包括那天三文七 在咱房间聊天也一样 他得回礼没办法 人大哥给你刷一万 你要懂事 上女主播房间 你也最少得给人刷一万 你给人回礼刷一万 人大哥觉得你懂事 下次可能给你刷好几万 让你刷 给你刷呀 这就是情商格局呀 所以你看那些户外主播 每天在PK连买 其实说实话 挣的礼物也不容易 你得回礼呀 你看这晚上 可能没准夸一下 收了十万礼物 下播没准还给人刷呢 哎 网猴 可能没准给人最少刷五千六千的 最少得回礼 合着您挣一点钱还没挣 还亏了好几千 真是这样 这就是社会上的人情世故 网猴 谢谢网猴 我给你放管 谢谢猴子 猴子这号就慢慢升了 别升太快了 听见没 慢慢升 所以说你记住了 现在这行业交税高了 不好干了 这行业 说句不好听的 但愿就跟大叔一样 我现实能做点小买卖 哪怕没有直播 挣得多 这直播我都不干了 为什么太累了 一个是累 第二成本高 第三还他妈挨吗 就比如说像我 现在一月我能挣 四万五万块钱 如果现实我跟我媳妇 能做点买卖 一月能挣三万 我都不干这行 太累了 真的就天天这么熬夜 身体都废了 明白吗 但是换句话说 那可能会有人问 那为什么交税 现在这么高 你们还在干 还是比现实挣得多呀 明白了吗 肯定还是比我们 现实挣得多 所以我们还在做 记住了 我说了好多 那我怎么没看到啊 你说了好多话 刚才我没看到字幕啊 我一对 我刚一个弹幕都没看见呀 刚能看见 我一个都没看见呀 还是刚才我光吹牛逼了呀 是吗 我怎么 我这没显示 我说你怎么不说话呢 我操 这又吞弹幕了 我操 这他妈还在吞弹幕呢 这是 你也刚看见 这玩意还能吞弹幕呢 我操 没看见没记言 记言打不了字 确实没看弹幕 好像又他妈吞弹幕了 没事我把网换了再说吧 我也觉得我这网有点问题 老他妈吞弹幕 就是你手机能看见字幕 我这看不见 可能十条里边会有一条不显示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我怀疑是这网络的问题 因为这网吧 我老感觉一卡一卡的 所以一会连同来过来帮我调网 下月换一千兆的网 这么着应该网速快点 现在三百兆估计不会太快 因为连来设备太多了 谢谢猴子 谢谢大猴子 媳妇跟我说啥了 媳妇 知道了 媳妇 我怀疑是网的事 因为我这边设备连了好几个连网 连设备连手机 光连设备好像就六七个 我这三百兆的网用电脑直播比较费网速 上传速度 我怀疑是这个问题 没事 反正升网十块钱 从三百兆升网 十块钱就能升到一千兆 就是便宜 然后每个月从手机扣一百三十九块钱 一千兆的网 我在聊十分钟就下了 我在聊十分钟下了 买菜去买条鱼 买条鱼去晚上弄烤鱼吃 我怀疑是网 因为我这边网可能你们看不到 我老感觉它一会儿红 瞬间就绿 瞬间红瞬间绿 网还是有点有问题我怀疑 所以你们可能看不到 但是我这边看这个一会儿红一会儿绿 你前边问大家也没人搭理 是没人看见呀 那还是服务器的事 多少年了好久没看七年了 到今天十二月份就播了七年了 瞎播着玩吧 现在直播没有以前好玩 以前有意思 现在没啥意思 所以更怀念的就是以前的日子 有节奏啊 大家玩的也好玩 什么事都能聊的都能聊 现在是这个不能聊 那个不能说 什么都不能玩了 现在就直播 就是很多内容局限性太多了 不能播了 一阵阵卡 我还以为 是我感觉到了 我这就是网速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可能看着不卡 但是有些人一进来 就左卡一下 右卡一下 我早就感觉有这问题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这网不是太好 你知道吗 我现在发现这问题了 但是有些人可能从头看到尾 一点都不卡 我拿电脑一拨 一会儿卡一下 一会儿卡一下 有人是这样 明白吗 因为这个问题 自从我拿电脑拨的一个半月 好多极个别人经常进房间 说怎么老是卡的 一卡一卡 但是又有好多人说不卡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着急赶紧换网 你知道吗 我怀疑就是这网速的问题 就包括这AP盒子也有问题 我怀疑网不稳 对 我就是准备升级到1000兆 不用专线 1000兆就网就够了 我这300兆现在 所以我怀疑就是网速的问题 因为我原来拿手机就没事 拿电脑不行 没开零食店 你还不如带货呢 你开零食店 还不如一边带货一边卖呢 带货靠谱 开个某音 没人就慢慢自己播 后边带点货 零食店铺 给点福利 慢慢人越买越多 全是慢慢把直播间养起来了 第一次看你还当导游讲故事呢 谢谢你 现在也能讲故事 但是一般你们他们都不爱听故事 就老北京历史啊 吃了喝了 老北京小吃 给你们讲 你们他们也不爱听啊 以前看静哥穿个红马截拼乐高 红上衣 应该是红上衣黑马截 我没有红马截 应该是黑马截红上衣 我从小到大 我就买了一次红色羽绒服 红色的马截羽绒服 我从来都没有 抽热烟下播了啊 一点半了 赶紧买菜去了 一会人过来给我调往去了 抽热烟下播 然后呢 晚上再说了啊 互相转告 晚上咱吃烤鱼 抽热烟下播 晚上弄咱烤鱼吃 弄点米饭啥的 晚上弄挑 一会儿再挑鱼去 哎呀 今天我那太极灵那乐高 你看见没这这呢 这个就是太极灵乐高 拼了一半 不是菜市场 超市 兄弟 而且菜市场 我顺义那会儿 晚上六点才关门呢 我顺义那菜市场 一开开一天 买菜新鲜 但是我现在在眼交 回不去呀 咱们回不去了 好家伙了 回不去呀 吃点喝点 回不去了 这就是在顺义那院子住了三年多住习惯了 这边住的还不是特习惯了 这边有菜市场我还没去过 我都不知道根据吧 我都不知道根据吧哪 不过没关系 慢慢熟悉环境吧 星星 谢谢你星星 有没有直播拼乐高的环节 原来有 现在没有 我都是私下拼 因为直播拼乐高 没有节目效果 一样 这跟你在外边原来小时候买的那个崩爆米花那味一模一样 只是这是小款 跟外边崩的大锅一模一样 只是这个锅比较小 不像说原来咱买老大爷那大 知道吗 崩的味一模一样 你别看那锅小 崩的也倍一般多 就这小锅崩的够俩人吃的 崩的倍多 大的响啊 我操 当的一时在他妈给装 在他妈给窗户崩他妈碎了 我操 他是有刻度的 大小不一样 呃 无尽 我想问个小小的问题 你跟马云比谁有钱 我有钱 这个问题下次不要问 这种这么简单的问题 肯定是我比他有钱吗 因为因为马哥说了 他对前面没有兴趣 我有兴趣啊 你把钱都给我 不就得了吗 我不就比他有钱了吗 所以那会马云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嘛 我对钱没有兴趣 你说这句话 你说这句话多装逼啊 多他妈反尔赛啊 你说说让老百姓听 那话得有多少老百姓嫉妒啊 操 你他妈这么有钱 你给我来一句 你他妈 不为了钱 你对钱不感兴趣 这就是正 有钱的人都可以装这个反尔赛吗 没钱的人装不下去啊 你知道你媳妇漂亮不 没明白 什么叫我知道我媳妇漂亮吗 为什么我要知道呢 对 刘强东是脸盲 他说过这话 什么看明星认不认啊 问他奶茶妹妹 我脸盲我看不出来 你发现没 就这几个商业大佬啊 牛逼的有名的 在整个中国 好像都有一个小特点 那就是我对钱没兴趣 我脸比较盲 我看不到明星 我觉得都长一样 我脸盲 确实是 都有了一些小 也不知道是为了反尔赛 还是反尔赛 就说那话说的 确实让老百姓听了点别扭 刘强东那次接受采访 不就是吗 我脸盲 脸盲 我吓了啊 不说了 正好我戳烟了 我去买菜去了 网猴谢了啊兄弟 然后长当叔 我估计该睡午觉了 长当叔 我吓了 然后那晚上再见吧 我不知道小夜曲在不在 小夜曲也休息休息 晚上吃烤鱼 拜拜 我去买菜去了 哥里哥 你们玩吧 拜拜 骑车扔垃圾买菜 拜拜 走了 又是买菜环节到了 拜拜 晚上见啊 又是买菜环节了 又得出门了 妈的 外边 还得骑电动车出门 晚安 没有 没有 是买菜了 是买菜了 不érium 可以出现了